记者郑舒婷桃源报道 2016年台湾民政府成员洪宿主入马荣民风波延烧 自称爱国人士的46岁男子和首位 56岁林丽腾 于当年6月19日早上 协同68岁友人中大鼎 53岁王胜龙 23岁吴白伟 前往民政府位于桃源市归山区的中央会馆前抗议 王、吴两人趁有车辆进入强行闯入 和中烧两面民政府 日本国旗 林泽石红色油漆破坏地面 灯香 民政府维安人员报警对五人提告 桃源地院法官日前审节 中南被依共同损他人旗帜 判罚5000元 王南、吴南则被依无故侵入他人住宅 判处拘役20天 三人均或缓刑两年 和 林两人则另案审理中 中南出庭时坦诚前往民政府中央会馆前抗议 但否认有任何损的意图 并称民政府根本是窃占国有土地 在中华民国领域内发行护照、车牌 显然是颠覆主权、领土的叛乱组织 他到会馆外抗议是捍卫中华民国助权尊人 虽然有在围墙外地上捡到旗帜 但他没有帮忙和捎旗帜 而王、吴泽便称 他们进入的地点是遭民政府窃占的国有土地 当时保全并未要求他们离开 反倒直接勒住王的脖子 捆绑他们手脚等 而抗议行动本属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 集会自由范畴 对方无权对他们提高 民政府履性、红性安全维护人员出庭证称 当时中央会管铁站门是关闭的 王、吴却趁车辆进入十枪闯 才会赶紧出手将两人压制在地 令、监视器也拍下盒 中、连三人在门外的行为 法官认为 中央会管游民政府向地主成租并非官有的 而宪法虽保障人民言论 集会自由 但仍不得侵害他人权利或违反法令 无故侵入他人所有建筑、土地以处罚 中南等人便辞不足采信 不过沈卓其犯案动机是英民政府成员辱骂荣民等 并非出于个人一己之私 加上其过去皆无前科记录 沈杰一共同损他人旗帜 判罚中南五千元 王南、吴南则被依无故侵入他人住宅 判处拘役二十天 三人均或缓刑两年 至于何? 连两人则定暗身理中 此之夜 航空中 像中 至于何一年 为何让我们赞食的 有限汇